拜登在纠正川普对合法移民出台的不利政策上是不是不积极 对于合法移民特别是工作签证和绿卡的政策纠成上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在美国纽约职业的移民律师冯金 今天我们想给大家说一下拜登在纠正川普对合法移民出台的不利政策上是不是不积极 从拜登上台之后呢 他很积极的在纠正川普出台的一些对非法移民不利的政策 但是呢对于合法移民特别是工作签证和绿卡的政策纠成上呢 似乎没有太大的作为 那么目前这些政策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那么对我们申请签证和申请绿卡的这个整个系统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拜登上台之后呢出台了一个非常general的一个行政令 这个行政令是要求各级政府对于川普的一些西洋政策呢 延后60天来实行 那么这个延后的60天呢 可以给各级政府呢 更多的时间来评估这个政策对社会的影响怎么样 同时呢也给拜登政府呢争取一些时间来确定哪些政策呢 是他需要叫停的 那么在这个整个行政令的cover下呢 我们今天着重来说一下几条和大家细细相关的政策 那么这些政策的目前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首先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H1B抽签政策将会有重大改变 那么这个政策呢 原本是说H1B的名额要依据工资的级别来发放 而这个政策呢原定是在3月9号生效的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2021年的抽签呢 还是随机抽签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政策呢 移民局呢将延长到2021年12月31号 那么从移民局延长这个文字上分析呢 它是需要在技术上做好准备 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准备好2022年的抽签系统 来配合这个政策的旅行 在延长这个政策的生效日的公告里面 移民局并没有提到是基于这个政策 对于社会和对整个移民系统的影响来做出的 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 移民局在旅行这个政策上是有决心的 那么同时呢 拜登呢在此前的一些关于移民政策的观点上 他其实是赞同工作签证 民额的发放和工资挂钩的 那么也就是说很有可能 拜登事实上他是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出台的 所以说从这一点上分析呢 很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会在2021年12月31号生效 那么2022年的H1B抽签系统呢 将会有重大的fundamental的改变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 只有工资高的级别高的小伙伴 才有可能拿到名额 那么我们移民协会内部呢 也认为如果这个政策要叫停的话 只有诉讼才有可能叫停这个政策 那么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看 诉讼是不是可能挽救H1B的随机抽签系统 如果诉讼没有办法做到的话 很有可能2021年就是最后一年 H1B随机抽签 那么第二个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关于H1B和绿卡的整个的劳工部的这个工资计算系统有很重大的改变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工资计算系统的升级和改变呢 也是有波折的 第一轮呢系统的这个级别的这个改变呢 被一个诉讼叫停了 那么现在呢 劳工部呢在制定这个政策的过程中呢 走完了全部的公式程序 也就是说从程序上没有办法用诉讼来challenge 那么呢他们第二次退出了这个重新计算 H1B和绿卡的这个工资系统的规定 那么这个规定呢 现在延长到5月14号生效 那么这个规定呢 也可以说是fundamentally要改变工作签证和绿卡的这个系统 因为新的系统的工资级别 比现在的这个系统要上升至少50%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第一年的H1B 还是H1B延期 H1B transfer 以及你是雇主sponsor的绿卡的申请 都要依据这个新的工资系统来完成 那么这个呢将会影响到80%的H1B sponsor 因为80%的H1B sponsor都是小雇主 那么小雇主呢 在这样高的这个工资级别的要求下呢 是没有办法能够支持H1B和绿卡申请的 那么我们也是寄希望于 如果有lawsuit可以叫停这个政策的话呢 那么这个呢将是对于合法医名的一个很有利的一个作为 我们将会密切关注 停止H4EAD card撤销的政策的view 那么这个呢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知道H4EAD card一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政策 从奥巴马这个政府出台之后呢 其实给很多的H1B的spouse和家人带来了福利的 但是呢川普上台之后呢 需要叫停这个政策 中间有很多lawsuit 那么一直到现在呢可以说叫停这个政策的规定呢 正式的就撤销了 也就是说H4EAD呢 现在这个政策是安全的可以继续进行了 还有一个利好的消息呢是computer programmer 我们知道在2017年的时候呢 英明局出台了一个memo 认为computer programmer不在 in general认为是H1B specialty occupation 那么所以呢小伙伴们 在用computer programmer来做H1B申请的时候呢 是会遇到很多challenge 因为computer programmer在computer的这个相关的job里面 他相对他的这个工资是最低的 所以对于很多小雇主来讲呢 那么computer programmer呢 其实是雇佣这个computer related position 一个首选的一个position 那么最近呢 移民局呢 把他们2017年的这个memo呢 给取消掉了 这也是因为一个lawsuit而导致的一个结果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 computer programmer呢 又重新回到了H1B specialty occupation的list里面 那这个呢 对于刚毕业的学生和小雇主呢 也是一个福音 拜登政府撤销了川普的Buy American和Higher American的行政命令 这个行政命令呢 可以说是所有的 对于合法移民不利政策的一个根本 那么自从川普出台了这个Buy American Higher American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移民局的长期delay 各项关于H1B的这个政策的阻挠和改变 各项关于绿卡的这个严格审查 以及拖延的这个各项政策 都是围绕这个行政命令来决定的 那么拜登上台之后呢 把这个行政命令给撤销了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新的一个message 就是说现在的美国政府呢 是一个欢迎移民 希望人才可以留在美国 为美国做贡献的一个姿态 最后我想说一下呢 就是前两天出台的这个 综合性的移民法案 现在已经提交到Congress了 整个移民法案呢 很多人在问 那么是不是非法移民 现在五到八年就可以拿到绿卡了 那么对于STEM的学生 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绿卡的通道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要说的是呢 对于一揽子的移民改革法案呢 希望是美好的 道路是漫长的 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 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